主身大黄鱼为啥要摸黑不捞 鱼怎么还会变颜色 黄不起来了嘛 就是大白鱼的不是大黄鱼的嘛 青虾野性有多足 一言不合就干价 加了虾之间 互相用这个大钱夹在一起 谁也不服谁 野养的水中仙到底有多野 溯源小分队带您一同揭秘 追根溯源探产地寻找不一样的美味 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食材 但是您真的了解它吗 我们今天水之盘中餐要去溯源的是什么呢 品味水中仙夏日乐无边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两种野性十足的水中仙 大黄鱼因为味道鲜美而深受食客喜爱 但是野生大黄鱼价格高昂 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 不过呢浙江州山的野养大黄鱼 不仅味道可以跟野生的相媲美 价钱也是更加亲民 那野养大黄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另一种鲜味来自小而美的青虾 但是江苏省丽阳市的青虾 却以个儿大为卖点 而且是养在山上面野性十足 这样的青虾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让我们跟着谈谈小分队一起去溯源一下吧 大黄鱼 大黄鱼引起肉质细嫩 味道鲜美 深受消费者欢迎 一直以来 野生大黄鱼的价格普遍偏高 可最近我们听说 浙江州山 有一种野养大黄鱼 价格很亲民 而且味道与野生大黄鱼相比 毫不逊色 那这野养的大黄鱼 究竟是什么来头呢 让我们跟着溯源小分队 前往浙江州山 一探究竟 夜补大黄鱼 为啥要遮住灯光 海上惊险 神秘叫声 州山渔场 出产的海鲜十分丰富 是名副其实的东海渔仓 而其中的东极岛 就是野养大黄鱼的 主要产地之一 溯源小分队到了州山 就直奔东极岛 寻找野养大黄鱼的秘密 可到了东极岛 海面上一片平静 也没什么渔船 完全没有捕鱼的迹象 我们找到了负责人乐丽萍 询问如何找到野养的大黄鱼 为什么要太阳下山之后 才能看见大黄鱼呢 它们究竟在哪呢 待到天色渐暗 只见远处开来了渔船 在海上经历了几个小时的路程 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此时我们发现 离我们不远的海面上 漂浮着许多圆形的围栏 上边好像还有人在周围走来走去 我们要找的野养大黄鱼 会不会就在这儿呢 船在围栏边上停下来 这会儿乐大哥他们的节奏也快了起来 大浪就越来越大了 好吧 我们抓紧先捕鱼 把鱼捕捕上来吧 好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太阳落下 天色也越来越暗 于是我们拿出灯棒 可是这一举动 却让乐大哥变得不那么淡定了 不行不行 都关灯关灯关灯 因为这会影响大黄鱼的品质的 这个要把它包上 包上以后呢 它这颜色就柔和了 对吧 它就不像平常那样刺眼了 对鱼的品质就没有大的影响了 这会儿海面上已经准备就绪 工人们准备拉网收鱼 今天的捕捞工作也正式开始 随着鱼网聚拢 大黄鱼也慢慢浮出水面 就在这时 我们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 这个是就是黄鱼咕咕咕咕的叫 黄鱼叫声就是 它遇到紧急的时候 那就感觉到比较危险 它就会咕咕咕咕的叫 虽然是养殖的大黄鱼 但是听着叫声 就已经让人觉得野心十足了 而且强有力的叫声 也说明了大黄鱼品质高 就在我们以为工人们要骑网收鱼时 他们却停了下来 这究竟是在干嘛呢 对 这个鱼比较娇贵 因为太娇贵 那我跟你说 因为大黄鱼的话 一下子它省上很大 你不要捞太多 像这种 然后说 这样 这样 来 这样有死来条 是吧 这样 不会伤它的鱼鳞 对吧 因为鱼鳞尾鳍各方面 稍微有一点影响的话 它就要死掉 大黄鱼十分娇气 基本离开海水就会死亡 所以为了保证大黄鱼的鲜活 只要不捞开始 它们强调的就只有一件事 注意要快 就是要把这个时间抢出来 我们发现 这边网兜捞起 船上已经准备好了 装满冰河水的泡沫箱子 而工作人员拿起捞网 快速地将大黄鱼捞起 直接放入了泡沫箱中 而且还给大黄鱼套上了黑袋 盖上了箱盖 你看 它这个线条非常美 就是一种细条的 细条就像美女的身材一样的 很纤细 可大黄鱼为什么非得晚上捕 还有这么多奇怪的捕捞要求呢 因为晚上这个鱼捞上来以后 本身这个鱼已经是黄的 它拿上来以后 我们经过密闭空间 经过冰水浸泡 三到四五个小时 那就出来以后 这个鱼就是黄的 它就自然发黄 白天捞的话 它就有这个区别 它马上回到白的颜色里 大黄鱼之所以身体金黄 是因为它们有着金色皮线体 能够分泌金黄色素 让鱼的腹部到体表 都分布着一层金色 而且这抹金色 也是大黄鱼新鲜的一个 重要标志 然而 这些金黄色素 即被紫外线或强光分解而褪色 因此在白天的时候 大黄鱼看上去是银色的 为了保留住这份金灿灿的颜值 大黄鱼的捕捞 必须要在夜间进行 天黑捕捞 这仅仅是大黄鱼保证品项的一种捕捞方式 为什么这里的大黄鱼被称为野养呢 乐大哥告诉我们 秘密就在这个大围栏中 请乐大哥介绍 原来这些围栏就是深海网乡 也被称为海洋牧场 因水深海水流动快 大黄鱼的活动频率也相对提升 水中的天然饵料也更为丰富 大黄鱼以采石从网牙中进来的天然饵料为生 基本上的生活环境 与野生的大黄鱼没有区别 品质自然与野生大黄鱼基本相似 相对于随机性较大的捕捞野生大黄鱼 深海网乡养殖更有效率 成本也更低 价格自然就更亲民 可此时我们发现 白天也有大黄鱼的捕捞船 不是说白天很难保住大黄鱼的颜色 影响它的品相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是要给它换一个环境 让它休息一下 这些通过增养泵和海水运输的大黄鱼 被送到了一个奇怪的房子里 之前转运过程中要快要轻柔 现在我们从那个转运箱 转运到这个在氧池里面 让它慢下来 会回下体力 鱼在运渡过程中像船会晃动 它可能也会晕船 像人一样晕船之后体力不佳了 如果这时候直接用包装箱发出去的话 鱼可能会回现死亡 大黄鱼基本离开海水就会死亡 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市场上超市中看到的 基本全部是冰鲜的大黄鱼 但是为了把更多大黄鱼的鲜美味道 带上餐桌 当地的技术人员琢磨出了一种 大黄鱼鲜活到家的阅输方式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随后风口冲入氧气 一条大黄鱼便打包完成 可就这么一个袋子 真的能保证大黄鱼鲜活到家吗 我们这个大黄鱼通过这个包装袋 加这个冰袋给它降温 这样我们可以保证运输三十个小时 是活着没有问题 放到这个黑色的塑料袋里面 它过一两个小时 大黄鱼就会变成金黄色的 利用海洋牧场进行深海养殖大黄鱼 防野生的养殖方式 让大黄鱼拥有了可以媲美 野生大黄鱼的鲜美味道 同时野养的大黄鱼 还通过现代技术手段 打破了出水即死的传统观念 保鲜技术更先进 野养的大黄鱼游着就到了餐桌上 在舟山 除了鲜活的活蹦乱跳的食物 黄鱼响便是当地人对先的 另一种理解 将大黄鱼清洗干净 便可制作黄鱼响 可我们发现 乐大哥的切鱼方式有些奇怪 鱼背不是肉厚 自然风干了的话 它就时间比较长 背上开的话 它就肉薄了 被风干净就快 品种铺开 放入盐水中浸泡约一个小时 让大黄鱼充分入味 挂好晾晒 海鲜储存期短 极易变质 当地人为了将这种鲜美味道 长期保存 便有了想这一做法 腌制后的黄鱼既有鱼本身的香味 又多了经过时间风干 而有的特殊香气 黄鱼响经过时间的洗礼 颜色和形态都已发生变化 这会儿想要感受它别样的鲜美 清蒸则是最便捷 而不失本位的做法 将亮好的黄鱼响放入锅中争执 只需十分钟便能尝到黄鱼响的鲜美 在海岛上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做好的黄鱼响 而黄鱼响烧肉 便是道不容错过的美食 将黄鱼响和五花肉都切成块 五花肉下油锅煸炒 加水食盐等调味 大火烧开后 将黄鱼响放入锅中炖煮 炙至汤汁完全收干 此时鱼香肉香合二为一 十分诱人 来到周山 除了黄鱼响 雪菜烧大黄鱼 也是招待大家的必选美食 大黄鱼清洗干净 锅中倒油 把大黄鱼两面都煎一下 加水食盐等调味料 大火烧开 汤汁奶白十分诱人 最后将雪菜放入锅中 颜色顺间提亮 雪菜味鲜脆爽 既提升了大黄鱼的鲜嫩口感 又为这道简单烹饪的菜肴 增添了一抹 独有的雪菜之鲜 带汤汁沸腾 鲜味十足的雪菜大黄鱼 便可出锅 俗话说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从小生长在海边的渔民 最是懂得向海洋要食物 而在江苏省丽阳市 有人却将目光瞄准了大山 在山上养起了野性十足的青虾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青虾是一种广泛分布在湖泊中的淡水虾 虽然个头小巧 但鲜味却毫不逊色 算得上是一种老少皆仪的美味 不论是炒 炸 还是白灼都各有风味 然而溯源小分队发现的这种 养在山上的青虾 个头比普通青虾大很多 大个头的青虾 究竟有着什么与众不同的绅士呢 带着一问 我们开启溯源之旅 当地人告诉我 到了这丽阳呢 这青虾是一定不能错过的 那么现在呢 就跟着我一起去找一家 咱们去尝尝这青虾到底味道怎么样 你的青虾来了啊 哇 这就是咱这丽阳青虾啊 对对对 哦 这么大一盘 这是盐水的 盐水 更加体现它的鲜味 来 尝尝 看看这个虾 我们当地人吃这个虾 有一个经验 有一个小技巧 怎么虾怎么吃进去的 怎么吐出来 完整的口味 这 没听错吧 来 我吃一个给你看看 哦 这 看看看看这个壳 基本上是什么样的 就是什么样的 连头也没断 我们这个虾它是肉比较紧致 壳比较薄 新鲜 新鲜程度也要跟得上 对吧 大厨告诉我们 能这样吃虾 一方面是技术 更离不开青虾 肉质紧实的品质 为什么这儿的青虾 如此与众不同呢 我告诉你一个弟子 你可以过去看看 在大厨的指引下 我们前往了 丽阳市社主镇 继续溯源 青山绿水间 大大小小的虾糖 拼凑成了一幅 优美的田园画作 虽说是见到了虾糖 可令我们不解的是 这寻找虾糖的路 似乎有点奇怪 这地方好像是越来越高似的 对 这里都是明显的丘陵山区 都是丘陵山区 开出来的虾糖 所以你看它的层次比较明显 丘陵山区的土质杀性大 淤泥少 微量元素 矿物质含量比较高 而水源 要么从水库引过来 要么是降雨积蓄的 污染少 条件便利 充分利用开发当地的 自然条件进行养殖 让这里成了青虾 盐养的宝地 这边的虾糖是您的了 是不是 对 全部都是我的虾糖了 这工人是在抓这个虾吗 不是的 他们在捞草 这虾糖里不抓虾 然后忙着捞草 别看 这个草对这个虾非常重要的 工人不捞虾 却在捞草 这虾和草之间 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就是留在 建方的一块一块的 边上都留出了跑道 虾可以 玩可以活动 对吧 那个草一块一块的 就相当于 那个虾带的那个房子一样的 在里面 休息 睡觉 所以咱这个水草 这个比例还是有一定讲究的 对 你看它的面积 一般来说 不超过水面的那个二分之一 养虾先养草 张大哥养的水草 当地人叫杰杰草 学名叫轮叶黑枣 这种水草 能把虾糖里的残云饵料 吸收利用 起到进化水质的作用 每年四至九月份 是轮叶黑枣快速生长时期 能长到一米多长 但过多的水草会导致虾糖缺氧 所以及时控制水草的数量 正是保障青虾品质的关键 跟您捞了半天这个草了 我这一只虾也没看着 我是来找这个青虾的 但是您在这跟我弄了半天的草 咱这青虾到底在哪啊 这两个工具肯定是捞不到虾子的 捕虾有专门的工具的 我带你去 你又带我到另外一个堂这儿来了 你看这是我们昨天放的地龙 来看看这边 对 哇可以看到虾了 都在这儿呢 对 这个也不少 对 这么多 感觉这个里边真的收获了不少 对 今天还可以 快看快看 这满满一龙全都是虾 而且个头都好大呀 对 狐狸很大 看这个虾 因为它比一般的荷虾要大很多 所以它这个劲也要大很多 对 哇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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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 你看看看 哇 你看到我们刚才都是那个跑道养虾 对吧 也里面 搞草的时候 看这个虾和虾之间 互相又有这个大钱夹在一起 谁也不服谁 那种感觉 对 这本身就是它战斗的武器 个头大 野性足 正是社主青虾的特点 有着两个大钱子的 正是熊虾 而相对文静 钱子较小的 就是雌虾 熊虾好斗 要是有另一只熊虾 闯入了自己的地盘 争斗是避免不了的 正是这种好斗的特性 也让社主青虾充分锻炼了身体 肉质和鲜美程度 自然也就更佳 这种野性十足的青虾 正是青虾太湖二号新品种 社主镇利用当地特有的资源 在梯田中养起了青虾 利用虾草工作的科学养殖 让它们的活力更足 一下能蹦几厘米高 还挺特别的 对 晶莹剔透 比较粗壮 它背部的虾线 你看到吧 基本上看不到的 你不用心 你看不出来的 好像没什么虾线 这也是这个虾的一个特点 所以它的口感就比较好 水好虾才好 在山上养出来的青虾 不光个头大 颜色也特别 乍一看是青色的 仔细看还带着金黄色 这正是养殖条件造就的好品质 目前整个社主镇 青虾养殖面积 已超过四万亩 曾经的丘陵山区 摇身一变 成为了知名的青虾养殖基地 而在利养当地 青虾不仅是带动 乡村振兴的好宝贝 更是餐桌上的美味食材 我今天就做这个凤尾虾 因为带着尾巴的颜色 是特别的好看 做凤尾虾 我们要取这个虾 还有一个小妙招 快速地剥 虾养是我提前都冰镇过的 右手 按摩指 按摩指掐住虾头 左手掐住虾尾 然后用这个手挤 对准第三个关节 轻轻地用力 然后挤压住出来 然后这个就直接出来了 这样就出来了是吧 对 要熟人生巧 经常要来操作 学会了包虾的诀窍 不一会儿的功夫 一份虾仁 就准备好了 不同于热油烹炸 凉油慢炸 可以更好地保留 青虾鲜嫩的口感 带虾仁颜色变红 就可以出锅备用了 清爽的秋梨丁和蜜豆 同时入锅 微微煮沸即可 这时再加入炸好的虾仁 不断翻炒 等锅中的汁水逐渐减少 盖大火蒙炒 出锅前只加入少量的食盐足以 简单地翻炒 无需过多的调味品 清清爽爽的鲜甜 足以俘获味蕾 如果觉得清炒的口味过于寡淡 茶香浓郁 肉质鲜香的茶香虾做法 也能让虾肉的鲜美 得到了富有层次的升华 青虾过水白浊 颜色变红便可出锅备用 锅中加水 生抽和白糖 调成碗汁 给青虾提鲜入味 再加入白茶面 让茶香浸入酱汁 烧好的汤汁均匀地淋在青虾上 简单的几步 就将这又鲜美又富有滋味的茶香虾 端到了饭桌上 外壳香甜入味 肉质软嫩鲜美 青虾做出来的茶香虾 不仅有漂亮的外表 更是用它极致的鲜嫩 俘获了食客的味蕾 在保证生态系统整体安全的前提下 科学挖掘利用自然资源 提高食物供给潜力 舟山的深海网乡 还原了大黄鱼的野生环境 不仅保证了大黄鱼的品质 还提升了产量 令阳市利用山间生态 为青虾提供了优质的水源 和丰富的饵料 培育出了独特的大个头青虾 人们对餐桌多样化 个性化的需求 成为我们农业开拓者的源源动力 耕海沐鱼开发山林资源 汇救了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好化学 好的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水值盘征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